他每一次竞选所得到的选票数目 都高得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而他每一次转换战场 速度之快 也都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他是赵绍康 今天的真情指数 就是赵绍康的故事 在九年前 蒋经国总统逝世之后 当时有一个人独排众议立主 说国民党中央不可一日无主席 而推取了这个李登辉先生 当当时的国民党的代理主席 那就是赵绍康那时候做的事情 可是到三年前 赵绍康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给全体的国民党员表示 他当初推举李登辉 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 我不知道现在重新问赵绍康这件事情 他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你认为你在九年前 如果没有推举李登辉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当上代理主席的位置吗 当然这很难讲 例子是很难回头去看 不过以当时的气氛 你说 当然当时有人说让老蒋夫人 出来当主席 有人说让余国华先生来当主席 其实我觉得以那个状况 可能对台湾社会造成的冲击 是会相当不好的 冲突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那个情况 我是觉得说 李登辉先生出来担任国民党的代理主席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那样的状况之下 只是未来 就是之后他的发展 他的这个表现 那么跟我们当时的预期有很大的差别 那个是当时没有想到 而且我们智慧不够了 没有先见之明 但是历史有时候很难重复的 你当时推举他的时候 根据你对他的判断 你认为他是可以把国民党带到一个新的状况去 第一个就是说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人选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那么第二个 可是为什么你是第一个带头出来喊的人呢 因为我的了解当时比如有一些 有一些声音 比如说去讲说 我刚刚讲的 比如可能要老蒋夫人出来 宋美玲女士 有这样的讲法 说他应该来当国民党的主席 这让你觉得很危险 我觉得那个也是不对的 不好的 不适合台湾社会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 我们我做很多判断都是看 该不该这样子 在那个时候我是觉得 那样是更不对的一件事情 虽然当时呢 他在九年前退举李登辉 可是赵亚康改变态度的速度 其实有点快 在过了一年之后 十三拳的时候 赵亚康就决定要用 不起力的方式来表示 他对于李登辉的失望 那那个时候采用了不起力的方法 是不是带给你很大的压力呢 其实你说改变很快 其实我觉得还慢了 因为很快的我们就发觉说 这是一个所推非人 就是说 当时我们退举李登辉主席 是希望说他能够大道扩服 来促进国民党党内的这个民主 是 我们看到蒋经国晚期的时候 对于大陆的探亲 还有解除戒严等等 已经开始着手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整个是朝自己开放的方向来做 那我们就觉得说 假如李登辉主席 因为那个时候经过一年的时间 他在党里面地位 其实已经蛮稳固的 如果说你选不上 因此你不敢用这个票选方式 那还情有可言 其实可以选上 我们认为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的了解说 他怕输给林安港 就说 那我说林安港 选中常委 又不选党主席嘛 不行 选中常委的票数 如果超过党主席也很难看 那不同的选举不能够比嘛 你不能说拿选总统 跟选一个立委的票数去比 那是不一样的选举 没有意义的嘛 但是他们还是很坚持 所以我是觉得说 很多事情光嘴巴讲没有用 我一向主张是要用行动 来表示说 来唤起一种想法 或是来推动一种改革 当时你提到的 就是说在推举里面 会代理党主席的同时 也有人提起 是要选蒋宋美龄女士 那时候当然没有这样公开讲 但我们知道后面 的确有人有这样的酝酿 也有人说 请于国华先生出来当党主席也有 但是我觉得 以当时的情况 其实都不是很适合的 否则人家会讲说 为什么这样子 对不对 那李登辉明明是副总统嘛 对不对 那难道这个时候 你们就排斥台湾人来 担任国民党主席 国民党主席只能是 这些外省的这些 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们 才能做嘛 对呢 那个对整个台湾族群的融合 以及以后的这个发展 其实都是不好的 是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 你对于蒋家 是不是有特殊的感情 没有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因为 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蛮冤枉的 就是说很多人 他常常把这个 可能对蒋家的不满 或是对以前白色恐怖的不满 常常发泄在像我们的身上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没有讲实话 没有分到任何的好处跟利益 我这次也这样问是因为 你在竞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是不是有去慈狐夜灵过 没有 没有 我讲实话 我对这些什么夜灵啊什么 我觉得很多事情 不一定要有这种形式上的动作 所以慈狐夜灵从来没有做过 没有 我在环保署长的时候 可能跟着行政院去过一次 就是部会首长去过一次 竞选的时候没有 没有 基本上这种比较形式上的东西 我从小不喜欢的 是 那么我还记得 你谈到这个经过前 我还记得在十年以前吧 那个时候 我一直认为说权力应该由下而上 不是由上而下 所以那个时候 我组成了一个民意调查基金会 那时候第一次替我们的部会首长 正副总统做民意调查 那时候你是市议员 我刚当选立委 立委 那时候没有人敢做 我知道很多大的报纸 他们其实事项都做过 但是也不敢发表 那我们当时没办法做出来 做出来以后没办法 因为想到民意调查 一做出来好不好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不能去动它 那个就是按照科学的技术抽样 按照科学的方法问卷 那时候我记得金国先生大概是支持度78吧 余国豪先生37吧 37有38 所以当然行政院方面是很不高兴的了 那么金国先生那边听说也是不高兴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选完立委票很高 拿了13万多票 那时候没有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能够拿这么高的票 所以我记得宋楚瑜那时候是在文工会当主任 宋楚瑜有一天找我 说哎 超康那个金国先生要找你 就一个礼拜就会找你 你稍微想一想 要跟他做什么建议 是 结果就在那个礼拜我们发表了那个民意调查 我想他的心里一定认为说 什么78呢 是不是应该百分之百 因为自古以来 谁敢给这个 从古时候皇帝现在的总统做民意调查呢 对不对 理论上应该是万民拥戴的 怎么78 我想他是不满 特别 78他还好了 就是行政院就不好了 37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耳熟 然后这个 所以就没找我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我记得宋楚瑜问我 说哎 金国先生到底找你没有 我说没啊 他说 他讲了 也用了两个叉叉 葡萄被水给戳掉了 葡萄被水给戳掉 他说一下很深刻 所以 大概如果你问我跟蒋家有任何渊源 那就这么一次 这个曾经 曾经他想要问我一些对政治改革 对社会改革的意见 因为他觉得为什么选举了那么高的票 但是后来也可能 我想是因为那个民意调查 所以也没有这个机会 不过 我当第一次当立委的时候 余国华先生当行政院长 那个时候我对大陆政策提出非常严厉的质询 我认为海峡两岸分割40年不能够开放大陆探亲 我觉得是很不公道的一件事情 政府或是政党之间的恩恩怨怨 不要让人民来承担 很多20岁 十几岁从大陆来台湾的这些老兵 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没想到到台湾一来就一辈子 很多人这个真的是苦苦伶仃 那么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 至少回去看一看都不可得 这是因为你父亲也是一位老兵吗 我父亲也是 那么我父亲还算好 在台湾有家 有家等等 那么很多人根本 想回去都想看一看都很难 又没有家在台湾 所以我觉得从人道角度来看是不对的 从反共角度来看 那你有什么好怕的呢 你怕什么东西呢 你怕它统战你吗 那你对你自己40年的建设太没信心了 是 所以当时我就咨询余国华院长 我说这个一定要开放 当然他当时也拖了人来讲 就是说我记得当时马树里先生来找 马树里总部秘书长 是 他说哎呀这个 你是不是能够不要再讲这个话题了 我就说马先生 我说你是国民党秘书长 余先生是行政院长 我相信你们对这个事都不能做决定 只有金国先生 我说是不是就请你马秘书长 带我转告金国先生 我非常坚持这一点 把我抓起来官条都不在乎 我会每次咨询 我一定强力的咨询这个事情 后来马先生说好吧 我说是不是能够请你转达给金国先生 他说好 我一定把你的话 通通转达给金国先生 然后过一两个礼拜以后 他有一天来 他说哎三号我请你去吃饭 他请我再来一来 两个人满点笑容 马先生是你知道很 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 很慈祥的一个长者 他说我把你的话一字一句 通通原原本本的跟金国先生报告 我说他怎么讲 他说金国先生听完以后不讲话 陈寅半天以后突然叹了一口气 好吧 民间的事情就让民间去做吧 政府的立场还要坚持一下 所以过了不久就开放港澳探亲 港澳开放观光 后来就开放大陆探亲 所以你说跟金国先生 我没有面对面谈过 那这是另外一次的 这个等于是交手吧 你在他快要召见你的时候 做的那个民意调查 是不是有点不适时务呢 那是事先就做了 那个民意调查不是说两天就做好 它有一个过程 我觉得我该做的事就做 什么事情激发你那时候 想要做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做过的这种 对施政度的民意调查 我觉得国外这很普遍 为什么台湾不能做 我就想说权力不是由上而下 应该是由下而上 是民意来决定这些当政者 而不是当政者决定民意 所以你当初加入国民党 并不是因为对于 蒋家的父子的感情 没有受到精神感受 我主要 我对中山先生其实还蛮钦佩的 是 这样真的你不要笑 我就想着 像什么甘莱迪 沙达特 这种世界级的领袖 大概在40岁的时候 都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了 是 我还在那边颠颇在这个车上 突然其实也是一个念头 我就觉得说 我在年轻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那些想为自己国家做事的 那些雄心壮志到哪里去了 毕业于台中一中 赵绍康考进了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 大四那一年 投入碧联会代表的选举 他想认真办好当时 这个民生不怎么好的社团 当时台大附近的照相馆 联合垄断了毕业照的价位 赵绍康一度发起 抵制照相馆的活动 为台大学生争取合理的权利 在那个时代 学生很没有那种习惯去挑战 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 不合理的一个现象 但是赵先生在这一部分做成活跃 比如说对 他认为 学校一些附近的照相馆 蛮剥削毕业生 一些拍照等等 他就做一些挑战 非常出事 非常轰动 有一次他跑到叔叔来找我 他问我说 要不要跟他一起去看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呢 我记得是大专青年活动中心的一个总干事 他在农总住宴 那我就跟他去了 后来我们在路上又买了一束花 两人把身上去都淘出来 凑一凑了买一束花过去 结果一路从台大摩执起到龙总 那一束花也看变得丑丑的 不怎么样 那从这个事我就感觉到说 赵先生在读书的时候 就蛮懂得经营能脉 不过当时加入国民党 跟你后来决定要从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没有 其实没有 不过这样讲好了 我想在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 因为从小这个饱受 当然我是没有逃难过台湾出生的 但是你听你父母讲 颠沛流离的这种逃难的这种惨 然后你有一连串的冲击的时候很紧张 对不对 甚至跟大陆之间关系紧张 然后接着 比如说在我们大学的时候 像美国总统尼克森到大陆去访问 这个台湾跟日本断交 我们被赶出联合国 这都是你在大四的时候发生的事 对对对大三大四的时候发生 钓鱼台在之前的钓鱼台事件等等 我是觉得总是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希望为我们自己这个苦难的国家做一些事情 做什么事其实心里不知道 只是觉得说我希望能够替自己的国家 自己人民做一些事情 是 那听起来有点矛盾 就是因为你在大四的时候 你这么有义愤 愿意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包括你因为退出联合国关系 你有跑去找当时的部长孙运玄 他是经济部长 大学后来演讲 那这些是你当时做的一个动作 可是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 就立刻义无反顾地跑去做外国企业的高级干部 然后才有一天突然梦醒才决定要从政 所以当中这一段时间也怎么回事 毕业以后先出国吧 先出国去念书 那么出国念书 当时这个 我拿到硕士学位要回国 但很多学校教授 包括很多中国教授 很多留学人都劝我不回来 因为那时候看起来台湾情况并不好 而且我所学 我学那个污染控制 在美国还不错 刚刚开始要做这些环保的东西 要污染控制的东西 教授也一直希望我留下来念博士 讲学金都帮我申请好了 但是我还是就是 你总是有一个冲动 想要回国来做事 所以我其实第一个工作是在国贸局 事务到政府里来做事 我第一个工作在经济部国贸局 因为台湾当时贸易起飞 那我觉得说我的第一个工作 要在政府里面做 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政府里面做过 可是后来跑去外商公司当高级干部 有民族感情作祟 让你觉得不想再做下去吗 跨国公司 那么就是说在当时 20年前本国公司跟跨公司 最大的不同 就是本国公司都要用自己人 而且他不是用本国人 是用自己的人 所以你一个外人 像我们这样 无横产 这个也没有什么背景的人 事实上很难嘛 就是说 所以后国公司的好处 第一个待遇给你很好 我很年轻的时候 就拿到非常高的待遇 是 非常非常高 多高 多高 我们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 这个假如一个大学教授 一个月拿一万块 算是不错 那个时候算是可以的 那么我在跨国公司 我是台湾美国两边拿薪水 因为我一方面是台湾的总金 一方面是亚洲区的总金 是 所以我台币加美金 大概一个月可以拿到20万 年底还有红利 所以交售的20倍以上 那如果你在本国公司做 你大概 也大概就一万块两万块 是 而且不但是如此 他很信任 就是说他完全授权给你 整个亚洲地区交给你 所以 我那时候不到30岁 20岁 也就是说 外国公司跟本公司 最大的不同 外国公司是能用你 我就把你用到极致 我可以给你非常高的待遇 一旦你不行的时候 立刻痛下杀手 毫不留情 这个跟本公司不同 有一次出差 从菲律宾回来的时候 在飞机上面突然觉得 想要开始为国家做事情 什么原因促成这个事 因为我那个工作 一年大概有半年 都要在海外漂泊 是 就说 我今天可能要到韩国 去看他的这个蒲像钢铁厂 双龙大水泥厂 那么明天我可能要到印尼 去看他的这个 这个一个钢厂 到马来西亚 看他的锡矿 到泰国 看他的橡胶厂的 都在外面漂泊 而且去的地方都是很偏远的 都不是一般观光客去得到的 是 那种山沟沟里 那个海边 有一次我记得到 印尼明达纳尔 去看一个涅矿 结果在那个海沟 好像是 是不是 就是我一直觉得是那个 他们告诉全世界最深的海沟 那么船突然坏了 这里面漂了好几个钟头 就常常到这样的地方去 然后久了以后也会 就会 就会觉得说 有一天我本来预备坐 菲律宾航空公司的飞机 到这个 到西部 到树屋去看一个 看一个这个 这个金矿 树屋一个金矿 机器坏了 结果菲律宾航空公司 那天气不好没飞 就改坐他的那个 吉普 就是那种巴士 那个巴士很颠吧 泡泡拉拉 颠在路上 一路颠好几个钟头 我刚好在看一本 《世界名人录》 刚好在看这个书 突然我就想到 像什么 甘乃迪啦 沙达特啦 这种世界级的领袖 大概在四十岁的时候 都已经 全世界都知道了 是 我还在这边 颠颇在这个车上 突然来 其实也是一个念头 就觉得说 我在年轻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那些想为自己国家 做事的那些雄心壮志 到哪里去了 那只是一年之间 其实也许过得就没了 那刚好回台北 那个时候 年底刚好选台北市议员 就是时机也蛮重要 比如说你过了也许 或是早一点晚一点 也许你就算了 念头也就过了 那我想你年轻的时候 那种想法 在心里面 还是有一点苗 一点火苗在烧 那刚好整个 天时地人和配合好了 我那年年底 就选取了 所以那时候 也去争取这个 说看能不能 所谓人和是指 就是你基本上 你有没有找到一群人来帮你忙 你有没有被提名等等 都有关联嘛 李登辉总统要提名郝伯春之前还特别找了一些立委去咨询 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将来跟郝将军一定会冲突 你们的冲突会让台湾一定会转化成外省人跟本省的冲突 我说阿普 有关联系的冲突会 还有这个冲突会 民国65年 赵绍康取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以自美反国 之后进到一家美商公司服务 没几年的时间 他升任该公司远东地区的总经理 由于公布的需求 他经常往来东南亚各地视察 也许慢慢倦怠了空中非人的商户生活 赵绍康对政治的热爱 开始猛烈地燃烧起来 民国70年 他毅然放弃高兴 投入台北市议员选战 走上问政之路 这种从政 这样想参加选举 我们就不会觉得太意外 唯一意外的是 他凭什么去选举 他是一个公教子弟 在台北也没什么资源 有就是几个穷朋友 同学 出来社会也没多少年 从美国读书回来 没多少年 其实他有什么资源 要提名也是 自己跑到市党部 去争取 民国75年 赵绍康在政治道路上 更上一层楼 当选增额立委 泡发议论与咄咄逼人的 稳正态度 建立了他敢冲敢言的 鲜明形象 在立法院内 领导新国民党连线 与当时党内新生代理委 并肩作战 对国民党内部 造成莫大的冲击 也同时打响了他政治 尽头的称号 可是你从市议会转战 去选立法委员 这个当中是什么事情 促成你觉得 你可以成为一个 全国性的民意代表 因为你在市议会里面 很多事情你会认为说 它到底是一个地方的 一个议会嘛 是 应该到全国的国会去 因为你这议会 常常提很多案 他都会讲说 这中央法律限制没办法 地方只能 依照中央法律来行事嘛 你有评估过你的胜算吗 我当议员的时候 票 那个票大概就可以 当选立法委员的票 我选议员的票 大概就可以当选立法委员的票 我第一次选举 拿了两万多票 第二次选举拿了四万多票 所以你当个立委的台北市 大概票都可以当选 当然那时候我们也做了民意调查 去了解选民会不会支持 之前有做过 用科学的方法做过一些评估 认为是 选民是希望看到我 能够进到立法院里面 去继续来为他们来服务 所以就参寻 你第一次选市议员的时候 你累积了大概一百万 拿来做竞选的资金 那一百万是你当 外国公司的高级主管的一个储蓄 是 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收入还不错 你就会去 那时候房子也便宜 你就会去 这个 你就多一点钱 对对 买房子 然后可能还多出一点 我说就是这些 当时还有一些情治单位来调查 你有多少 你有没有房子 我说有 抵押多少钱 我说我为什么要抵押呢 你选举不要把它抵押掉吗 选完以后再把它贷款回来 可以多贷很多 我说我为什么要把我房子抵押掉 那是我将来要住的地方 我就是有这么多积蓄 这就是我选 就花这些钱 他们觉得说你怎么选 就觉得你简直是 这个impossible 觉得你简直是 太幼稚了 所有会选举的人都觉得你简直是幼稚 你简直是荒唐 你简直是 简直是外行人做内行事情 一片反弹之声 所以当时我们受到很大的 就是说 当时我傻傻的 我以为说被提名以后 那一定是大家都很 愿意来服选你 不是这样子 那时候 他们比如说 国民党他分配责任区 谢谢你的 那我当时去看一些 这个里长 常委 被好几个赶出来 所以你不要进来 你不要进来 我不认识你 你不要进来 后来慢慢 后来有一个老里长 看到我 他觉得我蛮可怜 说你进来坐一下 算了算了 你进来坐一下 然后慢慢慢慢 他们发觉 我这个人 大概还有一些 可取之处 这没有打击到 你那时候参选的信心 我当时想 早知道我不选 我干嘛 你想我做一个 跨国公司的总经理 我多神气 到各国去 因为我们是技术 在工厂的保养 任何方面 这方面我是专家 我是真的专家 所以到任何地方 人家那个厂长 工程师都是 公赢公送 因为你技术 这个很多时候 你知识就是权利 在这方面 我就是知道 怎么样帮你的工厂 解决问题 怎么样的工厂 运转顺利 搞成这个 怎么选举搞成这样 但是我这个人 个性印象是 反正我非要 非要做出来 给你看不可 所以我当时跟他们讲 我跟几个朋友 其实都是大学的同学 跟我一起搞币连会 等等 那时候我们把台大同学 男男女女分成20组 然后每天晚上 帮我去选民家里 因为光男生 可能人家会怕 一男一女一男一女 都是我大学同学 那么 就帮我去一家一家 爱家爱户的去 去说赵浩康 是我们大学同学 我们希望你能够支持他 等等 我也蛮感动的 其实 那就是这样子 一步一脚印 我当时跟他讲 我说我们一定要 让人家看看 我们用不同的选举 不请客 不送礼 不买票 不用传统方式选举 但是结果 要让大家掛目相看 是 结果果然开出来的票 其实当时 我拿了两万多票 那么是国民党里 最高票 当时全台北市最高票 就是现在的市长陈隋炳 是 他是民进党最高票 我是国民党里最高票 后来立法委员 当到一半的时候 郝伯村院长就邀你入阁了 那是第二阶了 你刚好 郝伯村院长 在之前有什么交往吗 有 他当 他这个 在行政院长 同意权的时候 我没有支持他 我没有支持他 你为什么 你不喜欢军人干政 其实我知道他未来跟李登辉主席一定会发生问题 跟李登辉总统一定会发生问题 你当时就知道 我知道 当时李登辉总统要提名郝伯村之前还特别找了一些立委去咨询嘛 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将来跟郝将军一定会冲突 是 你们的冲突会让台湾一定会转化成外省人跟本省的冲突 你当他的面这样讲 我当他的面跟李登辉讲 他怎么讲 他不会接受嘛 对不对 他不会接受的 就是说 因为两个个性都很强 两个个性都非常强 都非常坚持 而李登辉的这个本土性非常的强 那么郝伯村先生他的外省性格 就是他的代表性非常强 是 所以以台湾这样的环境 他们两个这样强的个性 到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 有不同的意见 一定会被转化成成绩的冲突 对台湾社会一定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有时候觉得我很乌鸦嘴 我大概看事情 对台湾整个局势的预测 都不幸严重 有的时候我觉得 但是就是这样子嘛 我们在行政院一开会 一开会 经济部长 财政部长 金建会主委 这就是环保署长 都是财经官员 财经官员 对不对 你如果不强势一点的话 你再被压死了嘛 民国八十年 赵绍康转换政治舞台 入阁担任环保署署长 任内冷面严格的作风 引起许多长官们的侧目 对环保工作的雷厉风行 也使得他得罪不少国内的工商器业 而年后 赵绍康奏然辞去署长的官位 再度投入立委选战 以菠菜在哪里 打响文宣口号 重新进驻立法院 虽然那个时候赵绍康预先知道了 这个郝伯村院长跟李登辉总统的冲突 可能会转化为两个省级之间的冲突 可是后来在立法院立法委员的任内 赵绍康依然接受了郝伯村院长的征兆 进入了内阁担任环保署的署长 那那时候为什么没有阻挡你认为说 你会加入一个国民党党内的政争呢 我想我并没有有意要加入一个政争 其实 这倒不是我原来想到的 那么好先生找我 他有一天他找我 他是说 后来我看他在行政院的表现 其实相当的杰出 那么他当院长他做得不错 在立法院他对立法院也很尊重 也就是他对整个民主的程序 有一定的尊重 你咨询他的时候没有惹恼他 其实我这个印象蛮深刻的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兵 那么好像在大概逃兵吧 他受不了部队里面的那个管教 然后逃出来 他家长把他送回部队去 结果就被送到明德班去了 然后送到明德班以后 他们就给他上裤刑 叫他把鞋子脱掉 然后给他一盆水 叫他把脚放在水里面 在水里面通电这样 然后各种虐待 后来虐待死了 所以家长就很伤心地找我 我就说 我真后悔当时 为什么把他送回部队去 对不对 我等于我自己 杀了他 我等于是我杀了他一样 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太 怎么是你 对敌人还没有这样 自己的同志 自己的兵 怎么这样对待呢 所以我就叫他父母 我说你坐在立法院旁听起 我咨询好部队 他当时是院长 那么我说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 就是他当时现场 跟这两个家 这一个孩子的家长 鞠躬道歉 我真正向你们道歉 他当时主要的目的是 重心在于 把你拉进内阁去 还是他的环保署 真的需要一个 有能力的主管 这个肯定要问他 但我想他跟我讲的是说 希望你能够来帮我的忙 特别是环保的工作 听起来两个都有 我不知道 那么帮我的忙 其实是环保方面的忙 那么他也特别讲 他说你既然 民意代表已经做了这么久了 他说你应该做一些 做一部分 就是有一些行政的历练 他怕我不接受 他说就算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希望再回到民意机构里 你还是可以回去吧 你有行政的经验以后 你回到民意机构里面 你不是更了解政府的运作吗 是 据说你有一些 做法很容易引起 政府其他相关部会 跟你的冲突 比方说像台电 好像就在你的一些措施上面 遭受到一些危难 我 就是说这是我的理念 就是说 我记得有一次总统 总统府找我们去 当然总统府找去的 不会是 一定 我是觉得他 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 那么他找我们去 说你还有谁 王建勋好像也找过 是 那么专案做这个环保的报告 我觉得当时总统副总统 这个国民党的秘书长 行政院秘书长都在做 他们认为说我们的环保标准太严 那我就举出全世界的数据 来证明给他看 台湾的环保其实是 哪是够严的 根本哪是严的 中等的够不上 那我结论 通常一般不会是这样 去跟总统报告那不吓死了 我的结论 我引用圣经上的一句话 我说 总统 我说你是基督徒 我说圣经上有一句话 我很喜欢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又有什么益处呢 我说我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我说台湾如果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环境 又有什么益处呢 讲完我没有一个人讲话 没有一个人 他就觉得我怎么 就说 我真的是这样想嘛 那时候外汇 拼命外销 然后搞了个半天 对不对 然后环境破坏成那个样子 你经济的发展 是要大家生活品质抵高吗 就没有嘛 气喘越来越多 过敏性病人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 活的寿命也许长了 但是癌症的越来越多 这个不健康嘛 这环境是很不好的环境 这不是我们经济发展 国家建设的目的 其实我的理念一向是这样 那你也知道说 这个我们的整个行政院来讲 他还是财经挂帅嘛 当时余国豪当行政院长 我逼他 有的一番我说 你告诉我们 我们的环保政策 跟经济政策输重 余国豪说 我们的环保 跟经济兼稠并故 两者冲突的时候 以环保为优先 这是政策上嘛 实际上不是 哪有坚酬并故呢 其实没有 其实还是经济发展为优先 而且你看我们的行政院 一开会 一开会 经济部长 财政部长 经建会主委 这一个环保署长 都是 都是这个财经官员 对不对 你如果不强势一点的话 那早就被压死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我们 熟理官员 到任何部会去 你要站稳环保的立场 否则就没有啦 否则你变成一个花瓶 不行了 是 环保署长当到什么节骨眼 让你决定不做 你知道说你的 去告状的很多嘛 你也许一年 可以跟李登辉总统 见个一两次面 他的朋友经常可以见面的 常常一起打高尔夫处 要告你的状 我还有朋友听到 总统府很重要的人 在饭店里面吃饭 跟几个商人 在那边痛骂这好看嘛 哇 他们不知道 刚好几个记者 其实还是记者朋友 是 跑立法院跑 还不知道说 记者刚好也在那个饭店 就在他们旁边坐 听到他痛骂一顿 就是骂你太 对对对 就是水源区不能见高尔夫 就杀等等这些东西嘛 那我自己也知道了 我到总统府去报告 我在国民党中场会报告 对不对 那些党政大官的态度 你自己不是傻瓜嘛 对不对 那而且我是觉得 我在两年之内 该做的事情 该建立的制度 它大概也建立起来了 在座讲实话 大概能够发挥的也有限 我个性比较是 那种开张辟图的人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很快的 在很短的时间 我能够把这个架构 把它架起来 那么接下来就让 这个比较能够守城人 去守城嘛 赵浩康在成立 新党这件事情上面 据说他受到水浒传 就是一个隐隐的影响很大 在水浒传的这个故事 他从小读的时候 就有感觉到 聚集一群人来做这种 大家聚集在一起来 对抗不正义的事情 或者是一个当权的 一个腐化的政权 这对他来讲 是一件过瘾的事情 到底赵少康 是从什么样的过程里面 过渡到他后来 从政的一个心情 赵少康 赵少康出生于北台湾的港都 基隆 父亲是职业军人 母亲担任教职 因为职务的调动 赵少康小时候 辗转在南北各地 住过许多地方 与弟妹们的年纪 有一段距离 又是家中的老大 赵少康从小就习惯 和比他年长的孩子们玩 养成了他独立自主的个性 却有着一身倔强的牛脾气 有一次和父母亲逛街 他看中了一件火车玩具 遗憾的是 父母亲当时固定的洗碎 根本买不起这昂贵的进口商品 父母亲劝他不听 只好无奈地离开 郑少康索性躺在地上哭闹起来 直到父母亲的身影消失了 他依旧不肯起来 少年时期的赵少康 喜欢投身到刀光剑影的 狭义世界里 除了布袋戏和漫画书之外 影响他最深的一本书 就是《水浒传》 虽然不懂得戏脚古典文学的趣味 赵少康幼小的心灵 却深深被书中 108条好汉的狭义气魄所召唤着 梁山博的精神 潜动他呼群保益的意识 数十年后 赵少康创立了国内第三大政党 新党 建立新党当时的用意 一方面是呼群保益 你看这个宋江 还是呼群保益 那么一方面是 其实当时我已经看到 国民党要垮了 很少人想起来就是赵少康当时在创设新党的时候呢 跟《水浒传》的概念有关系哦 可是就讲起来有点伤感情就是 《水浒传》最后结尾这群英雄好汉是被政府给招安了 当时也想到这个问题了 可是 基本上《水浒传》 他那个每个英雄好汉的那个形象是很深深的 很鲜明的 后来被招安这个结果 你认为现在会重新发生吗 我想《水浒传》他当时 建立新党当时的用意 一方面是呼群保益 你看这个宋江啊 他是呼群保益 那么一方面呢是 其实当时我已经看到国民党要垮了 当时很多人还不相信 包括民进的也想不到那么快 国民党里面更是觉得是哪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已经看到要垮了 而且从现在看 其实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大概很快就分崩离析掉了 赵少康在把他的政治生涯告一个段落之后 他主要的心力都放在 经营一个广播电台 飞碟电台这件事情上面 那这是不是表示说 他对于政治这件事情 已经是感觉到失望了 然后失望把影响力 以及重心转移到别的方面去呢 当然很多人也好奇说 赵少康何不干脆 如果不从真的话 干脆比较专心一点 去做生意赚钱好了 因为据说他在经营飞碟电台的时候 他想要做一个对联 就是做点小生意赚点辛苦钱 那很多人就想说 你其实赚钱的才华是其来有自的 据说你小时候就帮妈妈去卖鸡 然后你还会批发一些这个玩具 到学校里面去给同学玩赚钱 我想妈妈从小就 我想她也太忙了 我们四个孩子她也没什么体力了 每天她做老师 做幼稚园的主任 每天忙死了 所以我看她也没有什么心情 余力来管我们 她最喜欢的运动就是 我跟我弟弟玩那个警 她跟我们玩那个警察 抓小鹤 碰碰被打死她就可以趁机眼睛闭了 休息几分钟 装死 就是说你看她多累 那么她从小 我母亲过的教育是信任我们 培养我们这个充分的自信 你几岁时候去卖鸡 小学吧 小学 然后那时候 有一次我看到台南 因为我在台南也住过 我看到圆环 有卖那个批发那个 我们小时候抽糖 糖里面有一个签这样 就是一大片可以抽号吗 或是一盒里面 糖里面有不同的方式 我就问她 我说一盒多少钱 她说五块 我说可以赚多少 可以赚五块 很好 我就拿到板上去 本钱五块可以赚五块 一倍啊 这生意很好啊 对 然后带到板上 哇同学很新奇啊 一下课 十分钟就全部 你跟他屁玩具的本钱 是哪里来的呢 零用钱 零用钱 然后第二天我就带了两盒去 对不对 很快 我做两个礼拜 变成一个小富翁 赚了不少钱 是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气氛不对 我就不干了 后来其他同学就 后来就变成一窝蜂 大家都查到了 都去搞这个事情 都去买糖来抽 我不做了 就后来果然 老师就发现了 然后就把他们都没收了 一人打一顿这样 所以你是唯一抽退成功的 所以你除了要 知道要怎么赚钱 你还要知道 什么时候该收手 小时候去世 赚钱的事情 还是没有割下来 你上了大学之后 编数学参考是不是 大学一方面当家教 一方面写参考书 对 那时候国中刚好采用新数学 可是一个大学生编参考书 是很稀奇的事情 还好吧 你当家教 也不是也教国中的数学 那时候新数学刚出来 所以我们就几个同学就 刚好有人找我们 就说你们写 所以是乱做的吗 是照着市面上 已经有参考书乱做了 当然有参考了 参考书 大家互相参考 不过我们编的不错 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学校 整个学校都用我们参考书 你有拿到版税吗 有 所以大学到了三四年的生活费 都靠了 靠了这个写参考书 所以你其实开始赚钱 并不是在你担任了 外国公司的高级主管之后 你其实从很小的时候 对 我也蛮鼓励 其实假如说学生从小就能够 能够有一些磨练 其实蛮好的 因为你在竞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竞选失败了 当时有43万的台北市民 是投票给你的 是 你现在转向到媒体的话 你要如何对当初选择 你这43万票做交代呢 我落选了 就是假如我当选了 我的票够当选的 我当然是好好做 我的台北市长 那落选了你想最没用 不要让你做 你的票不够多 就是说43万虽然很多 但是还不够多 可是有人认为 是因为你在竞选这一方面 一支都是常胜军 一支都是最高票 你没有办法承担失败这件事情 失败当然是个打击 你不能说我失败很高兴 我没有当选 我非常高兴 其实当然不能这样讲 但是没办法 选举是比票 你必须要尊重选民的选择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虽然我认为 我如果当台北市长 我可以做的 我认为可以做一个 不错的台北市长 但是我常常讲 我说民主政治 你有机会 你就为多数人服务 那你没有机会 你就为比较少的人服务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古人讲 你如果不能奸善天下 你就独善其身 现在飞碟电台的节目 每天都骂政府官员 你在谢恨吗 会有人这样子指责你 我其实不骂 我们都是很善意的批评 其实基本上 我现在把我自己定位 成一个评论 就是说一个评论者 一个commentator 也不光是政治的东西 社会的东西 各方面 基本上有重大的新闻 我们对这个新闻的背景 做分析 他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没有一个是乱骂的 总是有他的根据 为什么这样 他的发展怎么样 他应该怎么样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官员听了很多 高层官员听了很多 驻外使馆 记者媒体 朋友 司机朋友 听了都蛮多 有没有人觉得 被批评以后 不是很能接受 那当然有了 反正任何人被骂 总是不会很高兴 你要讲实话 你说要文过哲喜 这个很难的 那是圣人才说得到 文过能不怒都不多了 我们通常说文过哲怒 如果你现在可以重来一次的话 你当时会选择 完全不要踏入政治吗 我觉得 这一路走来反正也 应该不会吧 我觉得可能还是这样走吧 我觉得 我也想不出来 你另外一个路是怎么走的 也许你说你从事企业管理的工作 或是到大学里教书 可能是另外一个路也不错了 我觉得因为多元的社会 你怎么走 只要自己觉得高兴 自己尽力而为 尽其在我 我觉得都很好 那么这一路走来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累积的 你也没办法是跳空突然成长 它一定是一个 累积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一路走来 我觉得 对台湾来讲 对这块土地 对这里的人民 我觉得我也 该做的我也做了 尽力去做 那现在从事媒体工作 我觉得也很好 政治有没有带给你什么 你到现在都依然没有办法 从身上磨灭掉的伤痕 我骗体凌伤 不过基本上 政治在台湾来讲 我是觉得台湾因为太 太偏重在政治方面 台湾整个社会不够多元 我们看西方的社会 最常上媒体什么人 政治 就是体育明星 演艺人员 那台湾好像只有政治人物 能够上头版 上这个杂志的封面等等 头条等等 就是搞得蛮扭曲的 其实以我来讲 我自己蛮多样性的 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的兴趣 或是我的才能 其实是很多面的 但是大家看到的 就是比较看到 你政治性的一面 所以政治性比较 政治性格会 人家会比较注意到 会比较强 会忘掉说 你以前做了什么事情 或是你曾经是一个 专业的经理人 你曾经在环保 做过那么多的事情 等等等等 大家会比较 比较没有看到 这方面的事情 给所有爱台湾的朋友们 爱台湾就要做 真正对台湾好的事情 那么有些人嘴巴讲的是爱台湾 那么其实做的事情 是害台湾的事情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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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